以后作为白蚁王国的统治者 看似风光无限 最后却落得悲惨下场 在我们的认知中 大部分动物种群中的领导者 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但是你知道吗 作为白蚁王国的统治者 以后却总是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以后的一生中到底会经历些什么 被称为活化石的白蚁 距今为止已经生存了两亿多年 相较于其他的物种来说 它们可谓是昆虫界的元老 以后作为白蚁王国的创始人 从它们出生开始 身上就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 相信南方的小伙伴们 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在每年的五六月份 白蚁们开始飞向天空 在这段时间内 无论是路灯下还是灯排处 只要是有光源的地方 都能够看到白蚁的身影 这种情况其实是白蚁的昏飞现象 目的是为了让此蚁成功受孕 然后开始建立它们的白蚁王国 在此蚁交配完毕后 它们会寻找一块安全的地方 折断自己的翅膀 并在地下挖出一个蚁学用来缠缆 在这段过程中 它们十分痛苦 但是为了能够壮大肿群 这些都是不得不经历的事情 以后产下的第一批卵并不会太多 等到成功孵化后 它们就成为了白蚁王国中的公蚁 等到这些公蚁长大 以后就能够在它们的帮助下 继续进行产卵工作 但是只有公蚁是不够的 以后还需要继续努力产卵 直到兵蚁和公蚁的数量 足够支撑白蚁王国的正常运行 它们就会放心地开始繁殖后代 并且彻底沦为生育工具 以后作为白蚁王国的统治者 看似风光无限 却落得悲惨的下场 白蚁王国成功建立起来后 繁殖就成为了以后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有数据显示 以后最多可以在一天之内 产下一万粒左右的卵子 并且它们的寿命很长 一般都在十年以上 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四十年左右 因此在以后的一生中 大代会产下两亿多枚甚至更多的卵 然而为了能够将自己一手建立的王国延续下去 以后不得不开始吸引巢穴外面的熊蚁进行交配 并且在这次交配完成后 所产下的后代都带着翅膀 与年轻时候的蚁后一模一样 在合适的时候 它们同样会进行婚妃活动 成为新的蚁后或建立自己的白蚁王国 此时的蚁后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们的生育能力也会随之而下降 由于身体庞大 它们无法自行移动 只能依靠公蚁的帮助 只是对于现在的公蚁来说 以后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 所以绝大多数时候 公蚁都会无视以后的请求 并且无情地将其抛弃 那么在以后死去后 白蚁王国又该如何运行下去呢 对于公蚁来说 以后的作用就是用来壮大种群 所以在老以后死去后 它们会拥立繁衍能力强的 此以成为新的以后 如此反复循环 白蚁王国就能够持续长久地一直存在着 为什么无法延续自己基因的公蚁 却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蚁群服务 要知道 对于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来说 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而白蚁王国中的公蚁却不这么认为 它们一辈子都在为以后而奋斗 究竟是什么让它们如此心甘情愿地付出呢 事实上 白蚁王国中的所有个体都是以后的后代 所以即使是公蚁无法交配 也能够通过兄弟姐妹的后代 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因此公蚁并不担心自己会没有后代 努力工作就成为了它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除此之外 即使公蚁想要自己繁殖后代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它们从出生开始 就没有生育的能力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 其实是由于以后所散发出的信息素 抑制了公蚁生育的能力 虽然白蚁王国中的以后一生都在为了种群而努力 但是它们却在衰老之后得不到妥善的照顾 尽管听起来十分令人唏嘘 但物尽天则逝者生存 或许只有这种繁衍方式 才能够让白蚁在自然界中生存上一年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白蚁虽然听起来与蚂蚁的亲缘关系较近 但其实它们并不属于蚂蚁 反而与蟑螂更为相似 因此也有专家将它们成为社会性的蟑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